高冰还带飘花 哈喽大家好 我是晴天 今天给各位老铁大哥分享一个好消息 晴天马上就要退休了 发财了发财了 我是一万富 我摊牌了 今天两百块钱 收了一个高冰玻璃种的料子 给你们欣赏一下 看 打灯 一灯爆啊 高冰玻璃种 取几个鸽子蛋 完全没问题啊 我收到这块料子 我就立马赶紧开车回到店里 现在我要上切机 直接给你们切个盖子 我也不开窗啥的了 直接来真的 我家大帅哥帮我开好了 高冰还带飘花 晴天宣布退休 真的宣布退休 刚才晴天 其实是纯纯给你们表演了一个 白日做梦 这其实是我两百块钱 买的一个水墨玉 良心不太好的商家 就会欺骗不懂的客户说 这是高冰水 所以高价卖给别人啊 但是晴天家 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拍这个视频呢 就是为了给大家避坑的 像水墨玉的话 它和翡翠 从重量上来说就不一样 它很轻啊 然后它的硬度和密度的话 和翡翠相差甚远 大家能发现刚刚我们在切的时候 切得很快啊 因为它水墨玉很软 我们常说的水墨玉 它的学名是要纳常吃 而且我手上的这一块 它的厂口还是惠卡厂口的 所有的翡翠厂口都会产水墨玉 水墨的特点呢就是干净清澈 所以有很多不良的商家 就经常会欺骗消费者 说是高冰玻璃者 高冰翡翠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 在购买翡翠的时候 找专业的鉴别机构 去鉴定翡翠的真假 希望大家在购买翡翠的时候 擦亮双眼 不要上当受骗 感谢观看